她 总嫌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从小是娇生惯养 但是现在我为她 已经做了很多改变了 我慢慢地学着洗衣做饭 可她却还是挑剔我 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她就是 新鲜感过了 就越来越厌烦我了 她现在经常很晚回家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真的特别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 而且我觉得她太幼稚了 说实在的 我如果顾及她太多的话 会很影响我的时间 我为她改变了这么多 现在她留下一句分手 快乐就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分手也能快乐 说起来很轻松 其实你仔细一想 又有一些心酸 来掌声请出这对年轻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廖先生 二十三岁来自江西 培训老师 女嘉宾杨女士 二十二岁来自陕西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多久啊 快一年了 分手快乐 你快乐还是她快乐 还是希望你们都快乐 不是你写的吗 对 我觉得 谈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 这段感情走下去 会越来越累 所以我就写了这句话 你想分手是吧 对 您想挽留 是这意思吗 所以您来的是吧 是 我就是挺珍惜 我们这段感情的 我不想就这样 就是轻易地就放弃了 所以今天咱们 从哪儿开始说呢 就是先从我们怎么认识的 好 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 我们学校有一个晚会 然后当时我就在下面看节目 然后她当时是那个 维持秩序的一个工作人员 结束之后我就问她 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 就经常找她聊天呀 然后就算是死缠烂打吧 然后就追了她半个月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就是你追的她 是吧 是 是因为外表 还是因为她会弹吉他 觉得她就是挺棒的一个男生 有才艺啊什么的 就觉得挺好的 这个特别正常嘛 谈恋爱就是这样嘛 一下就心动了嘛 后来呢 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对我 就是算是特别好吧 她挺会做家务的 也挺会做饭的 然后经常就是在家 就是把家里就打扫的 就是特别的整洁 然后也经常会给我做饭吃 晚上的时候 也会帮我洗脚呀擦脚呀 这些她都会 还有就是晚上 每天晚上都会帮我 冲一杯牛奶 我们出门的时候 也就会帮我穿鞋呀什么 就是把我的生活 都照顾得特别好 这个都是你干的 都我干的 现在呢 可是现在她就 对我就 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本来我就从小 也就比较浇惯 然后在家里就是 家务呀做饭这些 我都不会做 我就为了她 我就学了很多 然后就经常就是 给她洗抽袜子呀什么 我都帮她洗 然后晚上她每天特别忙 晚上回来我还给做饭 给她吃 因为我做饭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就是蒸米饭的时候 有时候水放多了放少了 她都会说我 还有一次我洗那个山药 洗完之后手就特别的痒 然后我就在百度上面 查一些就是解痒的办法 她就说我矫情 那本来我觉得就是 很正常一件事情 何必就是 可是我就查一下 我怎么就矫情了 你怎么不看我就是 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改变了那么多 我觉得就一个女生独立 应该从小就应该培养 那个习惯 我并不觉得就是 可是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也从来没有 就让我什么都不做 可是后来我就做了那么多 你还是说我这不好 说我那不好的 万般的我觉得就是 培养她独立 有这个习惯之后 我觉得我不用 过多的说太多 然后她总是有很多 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个双方心里各有委屈 女生是我为你 你看做了这么多 男生是说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实你早就应该 会做这些事 对